你上班干嘛吃东西啊 干嘛你谁啊 你是咱们市场部的吗 是啊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前几天请假了 你不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 那我介绍一下啊 我是咱们市场部的经理新来的 是吗 我怎么没听说 你不是请假的吗 你不信问小脸 是吗 还不是 他刚来的不是什么经理 是不是那个市场部的货子 啥呀小脸你会不会说话呀你啊 你咋咱们才穿着我来 给你看完现在我叫大超 你叫什么呀 我叫我孙子 哎呀我就说嘛 咱们市场部还有这么漂亮的妹妹 看你们俩要干嘛呢 那叫我叫你们 你们三个过去一下吧 他就叫你啊 又叫我们了 怎么也叫我啊 大超你是不是干什么坏事了 你能累我 没有啊 没有什么坏事 进来 哪个 杨总 你找我跟小脸了 是啊是啊 来坐坐坐 进来坐小脸 好 大超坐完 嗯 大超啊 都叫我 没吃土鸡了 叮叮叮 杨总你都知道了 不是我昨天刷视频 我都不知道 小脸 为什么知道也不告诉我 哎杨总对不起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搞什么 哈哈哈哈 哎呀真的不好意思杨总我真是来上班的 哈哈哈 大超啊 你相机干嘛 你 我 这这这这里啊 这里 哎呀我看这市场部里都不要呆下去了 干嘛杨总你你不要我干了 我觉得其实如果小脸他们知道知道告诉我的话 其实我这边是有直播间 我一直都是做互联网的 是是是是这样这这么巧吗 是啊 杨总我不想换部门我就想等待待待在市场部 为什么 因为我跟市场部的同事处的比较难 是不是也因为有我小脸 然后呢 今天我们珍珍还休假回来了 这个也有一部分这个原因吧 哎呀你放心了 回头我给一个那个办公室给你 然后再给一个直播间给你 然后的话你需要配合的时候 我再叫小脸再叫珍珍他们 啊跟你配合 这样可以是吧 那那行了 那行了行了行了 那可以了 哎呀大超你真是 哈哈哈 那我带你们去看看 大超这个是想给你的卖楼室 嗯 哎呦 你暂时用这个鞋吧 好不好 对对 等你有一些人 团队大一点了 我再换一个给你 哦 这个太好吧这样杨总 我刚来 人正奇才 哈哈哈 你把你的那个浅浓全部挤出来 给我看看 哎 行那我会加油的 好 谢谢杨总啊 大超这个工作室你先用好不好 哦这个也是给我的吗 啊这个可以给你先用的 哎 如果有需要调整 我们再做调整 我发现我车时有点秀琢 这不就是 没有我觉得昨天晚上看到你这样子 我觉得是我们没有分挖 我们自己员工的一个 没有没有是我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嘿 大超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很好 是这样子就尽量的把你的个人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我觉得这是我们想做了一个事情 我会加油的杨总 哈哈哈 工作上如果你有什么需求的话你就跟我说 好的杨总 谢谢你啊 那我们就先这样 嗯好 哎呀还可以 这小环节 这个社会也不错呀 怎么样 来泡沸茶 没想到我真做办公室啊 你还得条件 还不错 哎 超哥那杨总对我们期望这么大 接下来怎么办 干呢 做大做强 再做辉煌 哈哈哈 哈哈哈 啊 是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